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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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线 老颖 你行线 不好了 出事了 背后有伤口 一着流血 他 他已经没气了 完了 真的死人了 真的死人了 怎么又死一个 天哪 暗中暗 不是 刚才上一场还好好的呢 我告诉你们 这凶手就在你们中间 这事儿 谁也不许把它传出去 这个我们还得好好地调查 戏 我们赶快还得接着拍 我告诉你们 不能停 一分一秒都不能停 那是真金白银 好 人死了还拍 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 你出钱啊 别开心你出钱 成功 把他们带去 快点 我准备下一场戏 快点 走 走 走 现在这场戏拍摄结束了 现在是放饭时间 走走 吃饭去 你好 林雨 你好 第一次来录蒙探感觉如何 我就感觉剧情反转太大了 我就完全没有想象到 要是能拍成影视作品的话 那就太好了 想看这种影视作品 你来小红书找就好了 小红书上面有一个 叫做影视迷案集的推荐 我这两天一直在上面看 你看 你只要在小红书上面搜推理 她上面推荐非常多那种 高分悬疑的影视作品 而且剧情全都是属于那种 高能反转 特别烧脑的 太好了 我最近都聚光 我看看 饿死我了 我也饿死我 我们快要领点盒饭 你串了几个角色 我串了三个呢 最新的 这不是烤乐汁吗 这是新的剧本 赶快看一看 什么新的剧本 对 剧本 巧乐汁在这儿 洪雷哥 巧乐汁你不吃一吃吗 我伤心了 刚才想吃 你们都不给 现在现在有啊 现在不要了 谢谢 这巧乐汁你不来一根 来一个 你要哪个口味 这个 粉的吗 行 好 谢谢 谢谢 他们演得那么差 还有巧乐汁吃啊 我为什么没有 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鼓励吧 真是便宜他们了 我也要买一只 剧组小店 一手交钱 一手交巧乐汁 那我没钱怎么办 那我先赏给你一根巧乐汁 帮签上面有二杯码 扫码百分之百 隔性的帮包 找到钱再来付款吧 哇塞 真的有钱 两块五毛五 那我这一根是不是就免费了 真是便宜你了 放饭了 放饭了 听到雷声了吗 放饭了 来 飞飞铃 吓我一跳 放饭了 来来来 这是一个剧组的人吗 这什么戏 你们怎么还坐在这里呢 赶紧去领饭 让我们领吗 快点 走 去领饭 快 来 来 好嘞 沙百花来了吗 沙百花来了吗 沙百花 沙百花在哪 来 问一件事 我听老尹说 让你去李游安大导演的 舞打戏了是吧 嗯 听说 那个戏一般来说 赚得很多 嗯 记得你是和黄宝强 一起进演这个角色 最后还选的是你对吧 嗯 很不错呀 很不错 因为他那戏不危险嘛 完了就说可岁数大的来吧 你把我踢换掉 嗯 你怎么不敢看大家的眼睛呢 你在害怕什么 我是听信息的 我看大家干嘛呀 沈金鸡 什么呢 来来来 想不想吃饭呀 找不想呢 你没有饭吃你知道不 我为啥没饭吃 你个白眼狼 原来你一上台就发抖 要不是老尹 帮你克服了这个困难 他一步一步带着你上来的 就问你想不想吃啊 想吃啊 去吃吧 就是因为你们 大家辛辛苦苦拍的戏被砍了 人家张自片人十分生气 我们把这个捡回来吃了 来 你们想吃点啥 黄宝强和沙百花 有共同争抢同一个角色 好像沙百花成了哈 本来是我 他去了把我替换掉了 不 刚才我说过了 因为我家里条件很差 我叫沙百花 就是一个群演 老婆孩子在老家 但凡拍戏赚点钱 都给寄回家里 上有老下有小 日子过得很不容易 老尹呢 为了帮我 老尹就告诉我 有这么个机会 因为它是个动作戏 给钱多 所以就介绍我去了 去了之后 我可能无形当中 就把黄宝强这个活给顶了 是大导演拍的吗 李又安 那谁都想抢吧 黄宝强 我也知道我们俩一块 但是把他顶了 这事我确实是 一直心里也很过意不去 我原谅他俩 你恨着老尹吗 我不恨老尹 我去跟老尹谈判 我说你为什么要把他换 他就把沙一个 刚刚讲的那个重刺给我听 然后我就说 OK 我知道我的方向 就这么简单 你 我他 你不是群头吗 你还来这吃饭 我看不透了 我要沈金基 是一名非常非常出色的演员 我媳妇呢 反正也不算太支持我 就跟我离了 后来我就感觉 这行没啥太大意思 还是五点石吧 所以你现在干嘛 我干了个群头 老尹呢也是挺正直的人吧 谁也没想到 他能出现这么个事 其实那个制片人吧 那张制片想把这个剧本改了 把他投资呢好像是 是 是 是有变动 啊 老尹他 比较正直吧 他也听着了 对 这么那我俩 我就我就说他两句 你说谁啊 说老尹 对我就说他 我说你别管这事 你管这事干啥呀 哦 对你别哪块都有你 也都显着你厉害 你证 你没人证 我们都为人不证呗 对吧 就用这事就要降下来 就这么两句 嗯 嗯 没了 然后就把他杀了 对完事就把他杀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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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打电话 给老尹送去了医院 问了一下情况 死亡时间大概在傍晚六点 第一场戏结束后 不久 哦 啊 伤口痕迹 细腹上的血液造成了大失血 确认是因为被瑞气刺伤 而造成了伤口 在腰部有一条因为持续拉紧 而淤子的勒痕 怎么腰部有勒痕 只能掉尾牙来的啊 感觉是有一个刀被捆在一个什么上面 然后一下下整个勒进去了 把勒腰带上了 很像 把那个胸器勒进去 内部检查显示 死者呼吸道黏膜受损 确定为有毒气体滤气造成的伤害 死者喉口处发现发光痕迹 确认为有毒吞厌物白鳞 而且我们看到老颖的时候 她好像看着身体很不舒服 一直在冒虚汗 气色 脸色看着不太好 她一整天都是被那个毒给弄的 那个白鳞也可以像那个 那个眼影粉似的是吧 亮亮的 应该是 涂抹 像涂抹 我听说老颖的事了 是该帮的 还是得帮 她之前在我这儿留了一个包 我现在把它拿给你们 还有 今天你们到达片场的 时间顺序也在这儿 我有备忘 来 都留给你们 林肺霞化好妆以后 先去了隔壁片场 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到了本组片场 紧接着是老颖去了化妆间 直到开戏才前往片场 不久那样红 喷雪哥 沙百花化好了妆 直接来了 我们就没去化妆间了 是带妆来的 孙玉兰拎着一个 沉沉的包进来 来的时候拎了一个包 黄宝强一脸怒气来了 又转头去了个道具间 然后直接去往了片场 宋小宝非常紧张 进了片场 紧张 沈金基最后赶到 最后一个到 又玩去了 林肺霞挺可疑的 因为她去了化妆间 化妆间公用的化妆品 你动动什么手脚 让老颖 比如说呼吸到什么或者什么的 那人家是个女孩 人还不能进去补个妆之类的 她之后只有老颖去了化妆间 然后孙玉兰能问问你拎的包 为什么那么沉沉的一个包 很重的一个包 是 老颖 她把她放钱的包和钥匙交给我了 但我从外边回到宿舍的时候 我的这个包里边的钱 钥匙和包一块没有了 丢失了 回到宿舍 看看那个包 老颖的包里头有两个这个 工作证 老颖群演 有个叫画龙的群演 画龙哪位啊 然后很多都是借条 你借钱啦 我不跟你说我家里困难吗 全借条 你是不是不想还钱 我都三百二百的 一共十张才两千 杀百花 那样红也有问题 我怎么了 副导演给老颖发了消息说 你说的对啊老颖 不行的就是不行 下次别让我见到那个那样红 老颖在导演面前 说过你不好的事 我跟老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吵了无数次的架 他绝对你 老颖就是我的酒友 你知道吗 我叫那样红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那么红 在这个影坛呢 我就红了有十几年 老颖是我的酒友 不希望我一直活在过去的辉煌当中 这也是一个真朋友 就这点东西没了 没了就这些都拿上来 这个画龙是谁啊 画龙是谁呢 在他吃饭的时候 我们又收集到一些新的线索 黄宝强 黄宝强 你读出来 黄宝强和老颖又吵架 我听见黄宝强在基本老颖 为什么换他的角色 好像还提到了黄宝强 旧伤还是什么的 旧伤 怎么还有旧伤呢 你怎么了 黄宝强 首先我现在 现在我知道我被替换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先跟你说我为什么去找老颖 我去找他 我说谁把我角色换掉 因为那个角色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了 完了以后 是老颖推荐的人 把我的角色给顶掉了 所以那个人是你 你不恨老颖把那个角色 我恨他 但是呢我恨完了之后 我们通过这个交流沟通 贪心完了以后 他跟我说你要就会放下 你要这样 所以我就OK了 因为他跟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句话 他说你的角色 现在已经被人拿走了 你在这跟我生气 你也没有用 你何必要自己这样气自己 当时真的很气 我有想杀他的冲动 但是他跟我说我完全放下 就这么简单 让你还转头又去了道具街干嘛去了 我去道具街拿了威亚 我把威亚给的他 完了我就走了 是你帮忙绑吗 我没绑 我就给他了 是谁绑了我不知道 就这么简单 你是做替身的吗 我是一个舞踢 我不是一个演员 我是舞踢 你觉得我是吗 你知道吗 你感觉吗 你有没有直觉是不是 你现在觉得 你什么什么逻辑都被我看 你就用你直觉你去推 你觉得是谁 你觉得 好吗 为什么 因为他老借齐吗 啥一个 那你是吗 哎呦 林飞霞最近电话 他打了12通了 打给谁啊 老尹在凌晨 大半夜三点多 给一个营销号打电话 四点多给一个大新闻打电话 给新闻打完电话以后 一直在给那个林飞霞打电话 这个去电是通了的 对话三分钟四分钟六分钟 没说多久 后来林飞霞再也不接他的电话了 林飞霞跟老尹一定藏了个什么 你俩一定吵架了 我是一个恒店的恒飘的群众演员 我有个男朋友在北京 因为我男朋友他以前是恒店的一个灯光组 还是道具组 然后因为剧组发生了一些意外 然后他又去了北京北飘 然后呢你又跑到这儿来了 我没有跑到这儿我一直在恒店 你留在这儿干嘛呢 他要谋生可能是 要么谋生 要么谋害 因为我期待着他会回来 我看到是孙玉兰的证词 证词是孙玉兰的包被偷了 保安说在片场附近捡到了 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有很多钱 全是钱 然后你说那钱是老尹给你 拜托你帮忙 对 我替他保存的 我叫孙玉兰 就是从小就想得白玉兰奖 然后那个现在就是面临人生困境 这个媳妇怀孕了 然后就不想让我干了 想让我跟他回东北老家 这个生儿育女 然后相亲教子 你替他保存 你提到片场来干嘛呢 对 有可能是财杀 就是真坏 真坏 说完了那我说我的了 你说吧 我看的这个是宋小宝的线索 那样红的备忘录 昨天也看到了老尹在骂宋小宝 不知道宋小宝惹了什么事了 完了结束 我现在再解释一下 我被老尹骂 是因为我昨天拍戏迟到了 那该骂 对 老尹是个正直的人 等会儿 喷雪哥是四月份全勤 五月份全勤 六月份全勤 七月份 这儿不对了 一号是请假 三号请假 四号请假 五号请假 六号矿工 七号矿工 我那阵子确实有点消极代工 因为老尹给我推荐了一个大导演的戏 我就去试 结果被那个制片人羞辱惨了 我就不行了 我觉得太不爽 我就消极代工 那阵子 真的就是这么个理由 八号九号十号三天才点 才点是啥 老尹死当天才来 那我基本知道了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这个剧组的副导演负责选角的 你们是不是老尹 跟着老尹的那几个群演啊 是 我跟你说 你们今天碰到我算账大运了 老尹啊 昨天跟我交代过了 今天啊 你们来我戏上 都有台词有镜头 知道吗 哇 现在我带你们去试戏 知道谁的戏吗 试戏 国际大岛儿岛 知道吗 不要浪费这次机会了 都跟我走 快走 都跟上 我要不要试戏的时候 注意点我的台词 嗯嗯 你不用注意台词 注意一下口音就是 安静安静 试戏了 什么戏啊今天 儿岛的戏啊 跟我走喜剧之王吧 喜剧之王 喜剧之王八 八哈 快来吧 儿岛的戏 哎 进来 导演好 儿岛好捐姐好 陈如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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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你还记得我吗 叫我吗 对呀 妈呀 十年前 您在东北花园里演的酸菜 那可真是火遍大江南北 谢谢 谢谢 我就在你身后伴舞 当年你是在我身后伴舞啊 但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么努力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 还在红烧 一个组一个组的轮番世系 你可真是我的榜样 他讽刺你了 天呐 腰瓦我受不了 腰瓦我也受不了 你应该坐在火上来 腰瓦我受不了 我真受不了 太嚣张了 摔椅子咱转身走 这一趴不路了 能别打岔吗 你说什么呢 我觉得挺逗的哈 我演戏里挺理 他不知道在哪呢 你没事吧 我就是来演 不知道哪个合适我的 我来挑一挑 行了 我当年拍戏的时候 你还没混到今天这个份呢 不过你也才混到今天这个份 你会不会说话 你最奇怪了 尊重我们导演的 他尊重我了吗 做做做做做做 他尊重我了吗 行了行了行了 娟姐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娟姐 娜用红没事 你今天基本黄了 我不是 你们都是老尹推荐过来的人吧 我现在正在为自己新筹备的一个戏 叫做西剧之王八 西剧之王八 有一个路人甲 谁要是在世戏的过程当中成功完成 告白婚离和死亡 那我就会给他提供一个额外的线索 今天呢 我们特意请来了一批资深的群演 你们今天的实习啊 这个结果 对他们来评判 有请咱们资深的群演 快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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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真正的横票 各个年龄都有 有这14岁的 和这个到90多岁的都有 哪有90多的 哪位是9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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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站一下 这没有一个14岁的 你多高 我一米 14岁 一米七七 这个要到18 这要到18 这两米二 这14正好好苗子 你喜欢表演是吗 又唱又跳你喜欢吗 我怎么觉得到好声音了呢 如果你要真能唱能跳 我立马转身你知道吗 你来我这儿吧 我要你 真的 谁是谁啊 人给你打翻的 你是你有娱乐公司是吗 来你 孩子你先把这三样演一遍 我觉得行孩子 你先演个死亡 给咱打个样 好工程 来 20 来抽一个 你在我们这边选个人把你崩了呗 对 我挺喜欢孙雅轩老师的 哎呀 雅轩真到你了 你这个叛徒 卖我们形成 我们容不下你 酷 咱们现在按照顺序 先抽这个签 来吧抽哪个导演好导演好 谢谢希望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抽个死亡儿导啊 嗯 儿导你帮我抽的哈 正派和反派两种不同的中枪而死 正派和反派 导演他能演个好正派吗 我我反对 反对无效 不我我很期待你的正派 同志们 同志们 哈哈哈 我演个怎么样的正派呢 你 不要告诉我们 哪个是正派的还是吧 我们你演两个词我们 大家猜一下 我们猜啊 这个演技竞猜 沈阳哥来打我呗 来我给你当个几个 孙老师来吧 321 Action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拿枪对着我干嘛 你不知道因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啊 是你杀了老隐 不知道吗 我替老隐来报仇来了 我杀了老隐 就是你 我和他那么 就是你 我和他那么 你不知道吗 你来你来你往这来 我和他那么好的兄弟 我怎么可能杀他 你先把枪放下 你听我说 我听你说什么 老隐的死 你让我听你说什么 我说老隐的死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我给你机会你不正经意啊 啊 老隐 是我们自己人 谁是老隐 哈哈哈哈 谁老隐是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演不完了 哈哈哈哈哈哈 直接打老门 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 没有演的余地了 以前 你能不能我跑的时候 打我后背上 好吧 你能不能再演第二个 我们第一个不想再干了 第二个可不可以演 第二个反派死吧 我刚刚是正派看出来了 没有啊 没有 刚才不就是反派吗 我要演一个正派的死亡 我逃 行你逃吧 哈哈哈哈 这是正派啊 我打的脑袋 面向镜头 我打的头 哈哈 没打中 好 反派 预备 开始 我错 大哥 大哥我错 别别别 你用 每次都打头 一点放的空间都没有 你能不能打我的腿 让我站不起来那种 大哥 我错了 我不应该出卖你们 我以前都是很认真的 就他们给了我一笔钱 我 那你就穿上去 我这手不要 我手不要了 我就这样 我一只手也可以帮你做实践 对 还能撑住 撑不住 假支是吧 两支 哈哈哈哈 你好 你好猜 我又穿球剑式 哈哈 最后一枪打哪了 你自己哪疼不知道吗 你这没有真听真看真感受啊 打哪了不知道 哎呀 我有点无语啊 这么好还无语 陈如老师 你怎么看的 哎呀我在这啊 就觉得是如坐针针 如忙在背 如梗在猴啊 陈如老师你不用生气啊 你不要着急上火啊 你看 吃了巧洛姿老师不生气啊 儿导 你也吃一个吧 哎 下一位 抽啊抽哪个 死亡 嗯 表演一段金属的死 走夜路 白影飘过 四下张望 却没有看到人 转身的瞬间 突然一张人脸出现在你的眼前 被吓死了 我觉得会很好笑 我觉得记录一下 你得好好演 快点啊 你再重度一下剧本啊 好准备好了 脑多格 怎么自己打个打得比 rester accommodations 被吓荡了 对 prise 坐ms 公众 娱 wiz лись 有 我就是问个路 你还问个路 看见你他自杀了 我来面试的 来 我们下一个林飞侠 你想选几号 那这四号 肚子饿 偷吃噎死 这好难 口渴 偷喝水 枪死 吃冰的巧乐滋 烫死 三二一 Action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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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是 不投演艾名好 来准备 三二一 开始 我这个脸不好 好难这个太难 你去 你坐我 我跟他说说话 你要不要再试一次 我自己一直觉得 我演戏得很好 那你爸爸妈妈知道你来吗 知道是吧 他们支持你 想让你来试一试 一会想不想要一次机会 设计不错 你自己订 你自己的事情 也许这就是你人生的转机 那如果我要陪你呢 你说我这准备有花的钱 你签到一号 你签到一号 十号 你签到一号 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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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来干嘛 那你是不是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现在机会来了 你想退缩吗 还是 喝水 七八十 你想想 好吗 我给你 十分钟考虑时间 好吗 想一想 就是上次 还演得不好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这样过来的 第一次演不好 导演说再来一次 第二次演不好 导演说再来一次 我曾经一场戏 演过二十七次 一模一样的 自己想 给你十分钟 好吧 我可以演 闻到乔劳斯就 死了 死了 中毒了 伤 不像这一样 来 子涛 十年的老朋友 就突然互相有感觉并告白 来吧 三二一 开始 你是 是 想一想 你十年前不长这样 你十年前也不长这样 那我现在是比以前 在你心里的印象是什么样 在你 在我心里的印象是 在沙滩散步的熊猫 那我 我可以仔细看看你 嗯 看吧 你现在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你现在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脑胚也越来越大了 你干嘛 你脑胚挺好 十年没见上来就动手了 我没大习惯 你这一点在学校还是没变的 挺好的 你不觉得脑胚大是一种福气吗 我每次一看你的脑胚我特别想谈你 你谁脑胚大了 多好 你看你这 我就喜欢你这脾气 每次你打我的时候 我都特别的心动 但是 十年前的我没有 资格说出这样的话 但十年之后的我 如今的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跟我以前完全不一样 你没有感受到我的气息吗 我其实真的很喜欢你 可以吗 好 就这样吗 那不然 可以 杨迪有一个纯演技的作品 我不想演 杀一个给我扑那 杨迪有一个纯演技的作品 来 起来 因为现在造型不了了 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人物 我是一个老头 给你拿个棒 是一个老头 三二一开启 你这开启是真的 哈哈哈哈 你就说开始吧 开启 三二一开始 你这开启 你这开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卡 杨迪走了 杨迪走了是不是 好啊 是不是 杨迪你看有演技 没有 有演技 他应该是来看我 我可能在养老院 你知道吧 他来看我 他可能要出差 然后呢 来过来 但是没有忍心把我叫醒 看看我 之后他就走了 我还想再演一个 三二一 action 你在画什么呢小宗 我心里可以在你身上 我心里想要 嗯 嗯 我才知道 我已经看到你了 我感觉不到 你那是什么 我感觉到你了 我感觉到你的 我感觉到你了 哥哥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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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见没有 你能不能认认真真 听我讲一句话 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我们爸妈都不在了 你跟哥哥说句话好吗 哥哥要走了 你看着哥哥 哥哥要走了小松 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吗 能照顾好 能 你只要能照顾好自己 哥哥去哪儿 都肯定放心 给我喝的 给哥哥带走吃饭呢 酷 酷 他演爱他演爱真的挺好 没有没有 我今天看到亚轩 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期了 我觉得他的可能性 可能还有待发掘 但是今天我觉得你进了一大步 太大了 亚轩你其实 你心中的空间很大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饱含激情的 一个男子汉 他那个手听你说话 不知道该往哪放 对啊我觉得很好啊 我觉得非常好啊 感谢红雷哥 哎首秀吧 是不是首秀啊 对 真棒 谢谢红雷哥 那我们玉兰哥来吧 我等我等孩子 准备好了吗 大放一点啊 不要这么胆怯 想演什么 想演老师和学生 语文老师和学生 好 这是我办公室啊 这是其他三个老师 这是数学 地理 这个化学 我是语文老师 三二一 开始 老师 进来 找我干什么 今天犯什么错误了 今天 今天老师你中午出去吃饭 然后不是听解没过关吗 我就拿那个听解本 然后想来订阵的 结果老师 老师你原来那个水杯和这个不一样 然后 然后我就想 老师的水杯能随 对不起啊 老师的水杯能随便碰吗 不行 一般的同学看着你呢 我问你 听说你下个星期要退学了 要去哪啊 是要去当群众演员吗 怎么想的跟老师说说 我想 老师 大点声说 听不见 老师你知道我原来也有在拍拍摄的吗 然后 我 挺喜欢表演的 虽然我可能接触这个东西可能比较早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生活 我想这么过下去 我想提前 积攒点经验 以后说不定就能稍微轻松一点 就算以后跪到大街上要饭 那 起码我也这么经历过这个我喜欢的事情了 那我也不会后悔 你这样不好好学习 你将来就是会去要发展 你学业都没有完成 你做什么群众演员 我问你 你没有文化 你怎么做群众演员 你怎么做一个演员 老师都白培养你了 学业怎么办 我问你 你真的到了恒店以后 你发现你自己并不适合做一个演员 你能不能回来好好完成学业 能不能 好 好 好 说准了 三位老师都在呢 我们可以见证 好吗 老师给你这个机会 好 说准了 去一个星期 去一个星期 老师负责给你和你爸妈请假 好不好 好 一个星期以后回来 告诉老师 将来想不想做演员 如果想做一个好演员 先把学业完成 好吗 好 来 击个掌 好 一路平安 谢谢老师 这是他想的 即兴的 真不错 真不错 孩子才十四岁 他是感兴趣 其实你有潜质的 但是真的要把文化课先学习好 不然做不了演员 好吗 你看看杨迪师哥 他知识结构非常的扎实 所以你看他现在越来越好 其实做演员形象不是唯一 只是一个元素而已 所以基础知识结构是最重要的 好吗 加油 我知道 大哥 大哥 好 好 怎么好 回去好好把学生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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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嘉宾是一个数字 第一排 从哥哥开始 1234 第二排5678 你们最喜欢谁的别演 就打上他的名字 准备321开始 谁将获得这十位横飘演员的支持啊 三二一 我们就恭喜亚轩啊 啊 来成长鼓励票 厉害厉害厉害 感谢 恭喜小白龙 小白龙 导演你能不能穿 你别玩穿越行不行 我真的是醉了 东西送小板 老师导的线索 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 在什么板上 那个手机通话记录和白龙 是在沈金基的包里发现的 对 谁玩 对 白龙一百毫升 然后还有沈金基的通话记录 和张制片人有十六次 沈金基你先说一下白龙你买来干嘛的 你说一下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会然就有嫌疑莫大的嫌疑 来聊聊吧 跟张制片人我是巴结他 巴结他 我为了巴结他跟老眼干起来了 老眼就说你忘恩负义当了这种小人 对 那那个白龙呢 白龙 是这么回事 厉害 我发现他跟我的媳妇有事 老颖吗 对 老颖 你胡说 老颖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 那是你们看到的 我看到的是我当场抓住 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我买这个玩儿给他下点毒 毒死了吧 毒没毒死 不是我毒死 因为他是背部大出血而亡 好像是 你那个毒是什么方式让他服用下去的 怎么把那个毒 慢性的 让他慢慢的 让他喝的茶吗 嗯 所以其实不是这一次你每天都在弄 不是很长时间 是刚刚 我这儿有一个那样红的线索啊 老颖跟儿岛的一个聊天记录 老颖明明在副导演那个地方 说不要用那样红 你们还记不记得 嗯 你说的对啊 老颖 不行的就是不行 下次别让我见到那个那样红 但是他在儿岛这儿却说 儿岛 你再看看那个那样红 他真的很有实力 可以跟娟姐搭戏的 儿岛 你看看这个行不行 这个角色我问了问 应该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这个那样红真的很好 他从一月份 三月份 五月份 一直都给儿岛发 就是帮你接活 所以我觉得那样红没什么问题 对 他一直在帮你 但是 对 他一直在帮你 你怎么可能对他 但是老颖在副导演那又说你 这个早会上到他这个老颖 因为我跟老颖不是久友嘛 他知道我十天前怎么红的 所以他觉得我一直好像活在 过去那个辉煌当中 你后来世气那天儿岛给你机会了 是不是 儿岛给我机会了 但是我不想试 因为有个娟姐 所以副导演才给那个老颖说 你说得对 不行的就是不行 下次别让我见到那个那样红了 因为我放不下自己的身段 因为这事儿老颖肯定跟你吵了一架了 好不容易给你争取这个机会 你去搞砸了 是这事吧 就是啊 那这事儿对上了 好 我拿的是我自己的包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们自己看吧 什么都没有 你处理了是吧 我没处理 我处理什么呀 这个包是什么包啊 那我看看 是你用的那个包吗 不知道 我啥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黄宝强的包 他拿包来 东西没了 那是真隐藏了 包一直放着 我动都没动 你问问他们 谁看见我动这包了 那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物证呢 我随便 我今天一直拿了我自己的东西 那你就非常可疑了 来 我说一下林肺霞的 林肺霞给男朋友发了一个短信 说是那个群头老尹一直在找你 时不时还会找我问起你 你要不要还是跟他聊聊 还有一个就是林肺霞的转账记录 在7月4号 有一笔五万块钱 转给了林肺霞 老尹给你转过五万块钱吗 不是 不知道是谁 头像我不认识 我男朋友之前在横店是一个灯光师 然后他不小心因为一些现场因素 然后把一个女明星给砸了 砸死了吗 没砸死 没砸死 我感觉没有处理好这事就跑了 是不是你男朋友 这个剧组就是不外洋这个事情 所以说你男朋友肯定跟老尹之间 是有秘密的 所以老尹一直在找他男朋友 对 你男朋友拍哪部戏叫什么名字 叫武座 砸完了以后怎么处理他 就是剧组内部消化了一下 不对外宣扬了 对不对外宣扬 他男朋友就走了 就是封口费 我跟你说 这个处理方式简直跟那个张继忠导演 处理方式一模一样 别外说 别外说 继续拍 我们这个老尹死也不让咱们往外说 尾信 选角导演 老尹 那个宋小宝现在还能用吗 我缺个形象好的群演 老尹说 对不起啊导演 但他的表现实在太差 不是合眼 我也跟其他导演说了 不要用他 他犯了什么事 对 你有什么事 我必须问一下那个宋小宝 我们是一个宿舍的 你有一天晚上偷偷摸摸地出去了 你以为没有人看到 我看到了 什么事 我也看到了 你说出来 不说出来就有嫌疑 到这份上了 有一些就别隐藏了 老尹就是不给我拍戏 然后我就偷偷出去找戏 这个我在神雕当捕快 就是我自己找 你自己找了 老尹不给你推荐戏了 是你自己找的 对 是我自己找的 为什么要封杀 老尹怎么会封杀你 因为我经常迟到早退 所以说你跟老尹 其实是有矛盾的 对 因为他后来不用你了 刚刚获得最佳路人甲的门探成员 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线索 这个线索是给小宋的 我们检查了片场附近 都找不到凶器 唯一发现的是在隔壁 我在酒吧做酒保的片场 道具间的垃圾桶里 有一块带雪的手帕 就是这个 那天早上林飞霞 最早来了我们剧组的化妆间 然后他就去了隔壁片场 过了一会儿才回到我们的剧组 对 你是不是去处理这块手帕了 没有 唯一去过隔壁片场的只有你 因为我要演一个酒保的角色 我是有事干的 我不是去 你是隔壁还有尬戏 对不对 对 我尬戏去了 然后导演嘱咐我 要用那个冰锥 那个凿那个冰 用冰锥凿冰 用冰锥凿凿冰 这个冰锥如果凿进老尹的体内 冰的东西凶器可就没有了 对 这叫狠 你好聪明 冰凿进了他的腰 慢慢地化掉了 化了没了 很深的伤口 然后擦了一下血 完美做完完美 没有凶器 太厉害了 你们也是老尹带过人了 去宿舍收一收他的东西吧 去宿舍 去宿舍 走了 走了 孙玉兰 我问你 为什么每次老尹找你拍戏 你都不去演 因为那个角色 我不是特别喜欢 你就喜欢男一号是吗 你每天让人知道 就要演男一号 每天都要演男一号 我知道你有梦想 孙玉兰 你想得白玉兰 你的名字 也是因为这个没有改 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 像现实看吧 为了我们的家庭 你也应该去演一些 养家糊口的角色 对不对 对 我现在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用来结婚的那五万块钱 哪去了 你不用骗我 我知道 你是想去中系的培训班 对不对 对啊 你去培训班和跟我结婚 你选择那个 好 我明白了 等一下 那个 你们俩干嘛呢 还在看剧本 我们之前看不懂 也演得不好 所以很害怕被导演骂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多学习 多看一下 有这个时间还不如上番茄 上番茄搜索蒙探 就可以看非常多的同款书单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优质好书 对拓展创作的思路非常有帮助 你们可以搜来看一下 嗯 哇 谢谢你哥 没事 你去番茄搜一下 就类似的书 搜 直接搜 龙探 走吧 去宿舍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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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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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叫高 高震轩 高震轩哪个镇呢 你左旁那个镇 轩呢 我我写一下先 OK 你是左手写字的 你是左手写字的 是 高震轩 OK 我写一下先 那今天你可对着观众说喽 你答应他们了 你懂吗 你答应他们了 要完成学业 从你的身材 从你刚才的那次 非常优秀的表现 你是可以做一个演员的 但是 干所有的这些行业 都有一件事必须要做 要把学业完成 因为你没有 你的基础的知识结构 你无法做任何事 你连剧本都看不懂 你演什么戏 谁 对吗 啊小高 一定要 你今天 可不能反悔了 你要反悔 你 我觉得 说话要有信 再一个 我是一个资深的演员 我轻易不会说 你适合做演员 我对我说的话负责任 你能吗 你看着我的眼睛 可以吗 OK 拿好我这个 我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 这是我们俩的约会好吗 好的 如果有一天我在一个剧组 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接到 我的副导演 或者我们的制片通知我说 有一个叫高震轩的小伙子 来试 试戏 试角色 那就是 我最美的事情 也是我今天努力 获得最好的回报 你懂了吗 懂了 那我写了 孙 红 雷 高震轩 2021年7月9号 约定 我就写两个字吧 演员 好 在学文化课的时候 在学基础知识的时候 你好好演员 有这两个字 演员 好吗 演员 你很棒 第二次表演 你是不是很舒服 对吗 这就是表演 其实 红雷叔叔特别开心 因为 通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俩一块儿完成了 你的一次非常成功的表演 送给你 谢谢 真轩 来 来日方长 我希望早点见到你 好吗 18岁以后见 拜拜 拜拜 看 这啥事表现非常好 我们就死了 应该是正直升了 谁的孩子 你解释一下 所以你就杀了他 我留不得 你干死啊 是我 我应该有什么生物 是你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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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把你给我站住 干嘛 是不是连你爸都不认识了 你是我爸吗 你爸来了 你爸 天哪 你这天天你都在干些啥 要不是那个尹先生跟我说 我都不知道你住在这里 你之前的时候跟我说 出去闯荡一年 闯荡了一年闯荡成这种结果 别逗白人梦了 给我回家去 这你亲爸吗 我的事不用一会儿 不用 起来 我就住在五星主店 我告诉你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今晚十二点半 不来找我的 以后我们家门永远不要再进 你走吧 你爸怎么这样 这你爸气死我了 你爸都能住五星急酒店 你说你 他看见你这样 他寒酸难受 你爸找你 你还是给家里说一声 真的 我就是 哎 有演员的自我修养 这是什么 去 去哪里 son的 这就很像 کو客人 欣燕里面那个戏《喜玉之王》 欣燕在里面那个戏的名字叫《影天愁》 宋小宝的日记本 我的演员梦 能看一下你的日记吗 侵犯隐私 来 开始看 不许偷窥我的隐私 今天演了个小二 有一句词太好了 明天要演个尸体 喷血格格传授很多经验 宋小宝的日记 没事 我看看 古作那个剧组 这是 这太重要了 古作那个剧组 这个为啥重要 曾经有多少人 在那个剧组当过 《出事儿》那个剧组 你看 这几个人都在那儿当了 所以他们都有问题 某剧组发生重大意外 这个我觉得 一个一年前的事 对 一名群众演员 呼号尹某 宋小宋小宋小宋 在上面 老尹啊 哦 老尹 老尹采空了 导致楼下的演员 假尹后重伤 这有你们 PS Voice的 PS Voice 有孙玉兰 杀百花 沈金基 中间两位 有一个是老尹 这位是谁 老尹 这位是华龙 尹华龙 老尹叫尹天愁 跟老尹 我们在横店 被称为 T身男孩 虽为异性 但武行艰难 金杰为兄弟组合 同心协力 是要成为 横飘中第一流量武器 TS Voice 这个是林飞侠找到 TS Voice的合影 让我们知道 这个尹画龙是谁 原来有这么个人 这个转出的存值 有用 对 但书额很小 因为尹天主总借钱给别人了 然后我也找到了一个存折 是沙百花的 余额只剩下八百块钱了 我没有钱 我从头到尾 大家都知道 他一直在管老尹借钱 你有几个支出 一万五千块钱 然后一万七千块钱 再支出三千块钱 给家里 我不跟你说 上老老家就小 老婆没工作 在老家带孩子呢 我想问问你 是不是在敲诈老尹 我们俩是朋友 怎么叫敲诈呢 你们几个 曾经在那个 舞座剧组的人 当时掉下去 砸到假影后 的是老尹还是尹画龙 应该是小尹 这里有个录音机 左带 这件事的主则就是你 即使你没有亲手杀害他 但归根到底 就是你随意改戏 才会站得从高处 坠落身亡的 导演 这是导演 我侄子就不无辜了吗 你瞎边乱造 哪一个死人替你承担 莫系有的责任 你真的有良心吗 他还是一个那么 勤奋刻苦的演员 我希望你尊重一点 他是个演员 你应得到他应有的真心 枪声还是门关门 关门声关门 是老尹在跟谁吵架 导演吗 丙画龙是个侄子 丙画龙是老尹的侄子 他的家人要为他报仇吧 想一想是不是 是有这个方向 有一天导演跟我 这个要改剧本嘛 我不同意 导演就把我踢出剧组 然后小尹就去替我了 那从这个《蒙探日报》 某剧组发生重大意外 群演坠落身亡 可能小尹就死了 因为导演在 我从那天他走了以后 再也没见过小尹 死了 摔死了 那个录音里提供了 就是由于改剧本 才出现意外的嘛 谁改的戏 刚才 张智天改一代 改了戏了 群众演掉下来了 然后砸到了 那个著名女明星 老尹查出了真相 对 对 老尹知道了 老尹查出了真相 老尹就被杀了 来了 我们听楼下饭馆的阿姨说 昨天 那样红跟老尹 吵得特别的厉害 还摔碎他们的一个酒瓶子 然后我们在林飞侠的手机上 发现一条短信 把它偷偷拍了下来 打印了出来 快说 来 来 看看 恭喜你试镜通过拍完神雕的戏 以后就可以来隔壁片场的 我在酒吧当酒宝报到 这次的角色是在一个酒吧 调酒的酒宝之一 记得学一下用冰锥凿冰 用酒壶调酒的几种方法 拍戏的时候熟练一点 对 我是酒去学 冰锥就很可能是凶器 那个道具师 出问题的道具师是他男朋友 出事以后他男朋友又走了 你能演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宋小宝的搜索记录 不是我搜的 陆基又是你 这真不是我搜的 宋小宝的搜索记录 用漂白剂和清洁剂混合 可以制造毒气吗 然后答案是 漂白水和其他清洁剂混合 会制造出氯气 若要致命 则需要大量的高浓度的两个液体 迅速混合制造 这个需要大量的混合才能制造出 那个氯气也是不重要的 仅仅一百毫克的白铃 就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 微量的铃中毒并不明显 他就是放一点点 喷雪哥是你的 来 给我 我自个儿来泼 我自个儿来 亲爱的朋友们 我作为一个长期演死尸的演员 我研究了死亡的各种方式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用尖刺搓穿皮肤 会有惨烈的痛感 如果人是被绳子 腰带 紧身衣等等道具绑紧的话 尖刺搓穿感觉就不明显 甚至不会感到疼痛 然后逐渐失血而死 也就意味着 当时就是有改动 所以老尹就是被尖刺而搓穿 所以他那个紧身衣还是什么 身上有被勒过的痕迹 这是他致死的原因 腰上吗 腰上 所以你的慢慢的慢性投毒 排除 没有致死 什么调酒冰刺太有嫌疑了 林飞霞 冰锥那不是刺 冰锥锥子了 我的天 而且锥子可以最快速度地 让那个凶器消失掉 而且经过那么久 完全就化成一滩水了 就是冰锥刺死的 就是 是我吗 刚才那五万块钱没说明白呢 老女 五万块钱是因为那个 谁转给你的 剧组的负责人转给我男朋友的 剧组的人 哪个剧组 哪个剧组 是副导演吗 那个舞座 舞座剧组转给你五万块钱 对 舞座剧组在一年前都有演员死了 整个剧组都停工了 他给你转五万块钱为啥 这是封口费吗 也许是很惭愧 然后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 一直给你转钱 对 因为那个道具组背了这个锅 道具组 对 因为我男朋友是道具组 就灯光组那一块 那你那五万块钱转给他 那你 我那五万块钱 我那五万块钱是什么 那五万块钱是我自己攒的 是真的学 学排队班了 那是我准备去学习的 但是我怕我媳妇知道了会生气 所以才跟老尹借了五万块钱 来舔这个窟窿 我想问一下你们 替身boys 有没有什么隐瞒的事 可以多说点 刚刚说了 你知不知道那天掉下去的是影画龙 你知道 那我不知道 就是说一个身影掉了下来 把了那个影后给砸了 掉下来的是谁 你却不知道 一个身影 咱们别这个在影画龙身上 影画龙是被利用的 这个凶手特别了解剧组 而且是从基层干起来 干到大红大紫 大红大紫 对吗 那就他大红大紫 那个假影后 差点被弄死了 这包括小隐啊什么 这都是在一个链条上 这个设施非常机密 这个假影后没死是命大 然后改剧本是什么呢 那个变了声音 我觉得是男是女都有可能 不一定只是男的 来那个张智篇 已经把最后一场戏改好了 叫大家赶快过去 来来来来 快快快 刘兰老师您看啊 你看这场戏 你看这改的怎么样啊 这个 我现在都是按照你的意思改的 好好 这本我看过了 改的非常好 啊 反正吧 我对我的演技是有信心的 主要 导演好我们来了 这几个 你等会等会等会 去那边站着 皮这么大呢 怎么叫皮气大呢 站着啊 都准备好了吧 来这边 来这边准备好 你看这 戏一个比个多 这都 我都抢完了 好好管管 是不是 行 莫副导演 赶快把剧本都发给他们 快点 剧本 哦 好 你们呢 都给我专业一点 行嘞 争取咱们一条过 好不好 啊 那咱们准备开始 二赏一镜一次 龙儿 十六年了 我终于等到你了 顾儿 我们从此不再分开 生死相依 好酷 别秀恩爱了 沙锅大侠的凶手 还没找到呢 实不相反 江湖上 内力排行榜第一的 龙奥天 就是我 龙奥天 真相吧 我已经发现了 真相只有一个 凶手就是 你 神雕 不是男 导演 看 这小朋友怎么回事 好 重来一下 重来一下 你挑挑 你们反应的 你们反应的 惊讶 要惊讶 他说神雕了 你们 我们要 哇 反应得大是吧 反应稍微大一点 行了 行了 来 快打本 快 二掌一镜二次 真相 只有一个 凶手就是你 不会吧 不是我 导演 这每个人的反应 不能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 当得知凶手 就是神雕之后 他们脸上的 震惊异于眼表 不会吧 有的吓到腿软 no not me 有的连连摇头 这样的表演 让人成绝 你能不能真听真看 真感受一下 哎呀 这个这个表演 他不是表演结果 你们 总是要有个过程 导演 我插的话 我有个新的idea 我觉得吧 凶手不可能是一个人 他们 everybody 集体作案 我来一招制胜 全部抓住他们 好不好 这个结局啊 这个结局 好 啊 哎 这结局好 那咱们要等 刘亮老师 把这个结局 说出来之后 黄老师 你 啊 还有这个大雕 你们要表现的这个震惊 不知所措 好 这里精 好 刘亮老师 这个时候你要放大招 把他们所有的人 啪啪啪啪啪 全部打倒 全部打倒 哎 这个时候 秦伦法王 你呢 要什么呢 就是 腾腾倒地 你 嗯 吐血 我吐血 哎 把这摇动 喷血 哥嘛 周伯通 来 周伯通 要 拿脑袋撞地 这个时候 李莫愁 来了 哎 跪地求饶 哎呀 饶了我爸 饶了我爸 凭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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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这么改 你就这么改 你什么凭啥啊你 不是我呀 不是 导演 我就想问问 这是我们演员得需要依据 这心理依据是什么呀 跟你们还要什么依据 你们就照着眼啊 照着眼 好 这个小龙女 你要在这儿的时候啊 你要有这种负罪感 好好好 负罪感 然后从这个断肠崖上面 这边一跃而下 是吧 这个时候我会在下面 给你来一个solution啊 慢动作 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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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哎 这个时候阳光 哎 当我你跟着啊 到这儿以后 哈 叫叫姑姑啊 姑姑啊 跟着跳下去 我也跳下去 哎 你也跳下去 我跟你 你也跳下去 我 然后 然后啊 哈哈 你们所有的人 台词都是 不是 我 不是 我 这三个字啊 好 好 一个词讲好没有 不用讲 直接来 直接来啊 不用讲 好 打牌 二场一进三次 你们 集体作案都是凶手 不 一二三四五六 请 饶了我吧 我错了 不是我 不是我 跳牙呢 啊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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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呀 不是我呀 不是我 不是我 全让你给抢了 这个戏 妈呀 他们这一个比一个会演 我演啥呀 你这让戏 让他们吃了不行啊 你要不然这样好好 你背对着他们啊 来个发招 行 你就一招制胜 一招制胜啊 再来一遍 二场一 集四次 三点 一四 一五九二六 二六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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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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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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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姑姑我来了 哎呦 我错了 哈哈 我不是 我 不是 我不是 是 我 武林纷针 真由这本书而起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奇妙之处 不对啊 哎 咱不是改改剧本了是吧 来 烧掉 直接烧掉 五目一书 哎 这是啥呀 它怎么还可以随便烧剧本啊 编剧改的 烧了 五木遗书都烧了 赶快走 对对对 望着夕阳 望着夕阳 说词 一二一 不是我 我的词 不是我 不是我们干的 不是我们干的 闭嘴 谁让你们说了 他的词 他的词 他说词 没说是谁的词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太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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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 好 送花 这个 如此精彩的表演 咱们这送一束花圈 不是 送一个花束 送个花束给你 应该的 应该的 我该拿的 你们几个 这戏就杀青了 但是我告诉你们啊 都别走 老尹这儿还在那边挺着呢 这个嫌疑犯 在你们中间到底是谁 给我去侦破这个案子 我等着你们 猜猜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在火盆里面找到了一个 没有被完全烧毁的一个道具 可惜只能复原成这样了 承诺我的事能不能实现 如果可以的话 这本书我就交给其他兄弟 如果不行的话 我希望有人能找到隐藏的这些信息 将其公之于众 一年前的那场戏 女明星假影后的受伤 并不是引化龙的责任 真实的真相是因为没了 把那道具组和摄影组 转移路线 他是一个尽职尽业的演员 只要没有通知 就绝对不会自己修改戏份 但偏偏是因为 是因为什么 烧了 然后因为什么什么的死亡 还成为了这场惨剧的 无辜的什么什么 一个演员生前的梦想和追求 却在死后被如此污蔑 我一定要让她的名声 我以赴她要清清白白 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的形象 而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我会将赔偿款 全部留给小尹的家人 但 没了 没了 那就是说这个道具师 就应该是林飞霞的男朋友 对 他是知道一些事的 没有 他只是一个背锅的 当时说是道具的问题 但后来报导说了说 现场安全没有任何问题 是演员自己擅自改变路线 死掉的是尹化龙 对 他是个非常尽职尽责的人 他没有接收到通知 他绝对不会改变路线的 一定就是现场的谁 谁谁谁让这个路线改变了 不知道是不是导演 然后你在一年前 那个日期的五万块钱 剧组打给你的 那你那五万块钱是呢 我也收到了 我也收到了 你后来那五万块钱 又不是刚才看存者里边寄出去了吗 那我给家里寄了 他说我也收到五万块钱封口费 我没有收到这个钱五万 我那五万是我辛辛苦苦做替身攒下来的 沈晶晶你没收到吗 没 小尹死的这个事情暴露之后 有可能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意外 而是人为的一件事情 老尹就要把这个事情爆出来 所以当年在剧组里面造成这件事情事故的人 就把老尹杀了灭口 我这么分析 我觉得就是当年在剧组里面的人嫌疑非常大 林飞霞 孙玉兰 沈金姬 沙百花 那场戏本来应该是孙玉兰去拍的 被小尹剃掉了 他那天没去 但孙玉兰一年没有见到过小尹了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小尹摔死了 对 我都根本不知道 当时他们要改剧本我不同意 然后立即就把我剃出剧组 所以你完全没有在剧组 从那以后我不在我被踢出去了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的话 你就没有作案的动机 当然没有机会 我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地点的 但是你知道那场戏本来应该是怎么演的 你也可以在完全不在剧组的情况下 告诉小尹 这场戏本来是我的 你就这么演吧 怎么怎么演 你觉得我们会有这样的权利吗 一定是现场某个很有权力的人才能做 一定是高层 我想问一下你们几个替身boys 还有什么没坦白的事 你完全不知道是小尹掉下来对吧 不 我知道 然后她男朋友就走了 但是这么多年 老尹就一直询问问我 但是因为我拿到了那个剧组给的五万块钱的封口费 我就一直没有告诉她 是因为这个道具出了问题 小尹才死的 一个毒是这个神经机 它慢性下毒 另外一个毒是这个 宋小宝有查一个配毒的方式 但是那个毒配出来得大量的毒才能诱发 还有一个那个 还有个这个 还有个这个 什么都没有你们自己看的 什么都没有你处理了是吧 我没处理我处理什么呀 这啥 这不是做面膜的刀吗 什么做面膜的刀 这是我生气去倒计房拿出来要捅死她的刀 拿那个塑链的刀要捅死吧 捅不死吧 捅不死 捅不死 这个皮外伤吧也就 你刚刚拿出来连包装都还在 因为我没用过 我没捅 所以我可以排除嫌疑 可以排除嫌疑 酷 不是我是这么 不是觉得我们今天这么推 都没有推出一个真凶 然后没有任何的证据指向我们启动的人 我觉得可能就根本不在咱们这儿 我认同子涛的这个意见 凶手不在我们其中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能量 因为那样红现在也没有这个能量 我已经过气了 原来我曾经怀疑过她 对 是不是她为了把这个假影后弄残 或者甚至弄死 设计了一个整个的局 但是我觉得她没有这样的能量 因为不可能到现在了所有的线索 没有一个人是指向能对得上的 你知道吗 所以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 就是非常有能量的人 我们现在想不到并不在我们其中 对 有可能就是 制片人 对 张制片人刚才说了一句话多可疑 说要查查在你们当中 这凶手就在你们中间 在你们中间到底是谁 他强调了这个重音 你们当中 架害我们 他把所有凶手范围锁定在我们当中 那我觉得就不在我们当中 好 你们可以推人了 我觉得张制片 当年他就是疯狗 不许往网上发 对 一年以前死了人我都不知道 你想想这得做得多狠 我特别认同洪雷哥 因为我所知道的信息 所有的老尹的死都跟小尹当年的死是有关的 然后当年小尹的死也是因为有高层 擅自在改戏改剧本 造成的道具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小尹摔死 张制片的这个NPC他从头到尾都是一直在带节奏的人 戏 我们赶快还得接着拍 赶快把剧本都发给他们 给我去侦破 他怎么还可以随便刷剧本啊 就你甭管这中间什么样的细节 什么样的游戏 他从头到尾带着节奏 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着他的东西走 所以带节奏的这些人就一定是最有怀疑的人 聪明 我的天 回头经理 对 大师天人 大师天人来了 你栽赃陷害我们这些人 怎么样了吧 我听说你们 往我身上怀疑 也就您能干出这样的事来了 您权力大 权力大 我看你们现在倒是学会了栽赃陷害了 来 投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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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啊 嗯 你妈想不想干了啊 投 一个人一次机会 来我们一二三吧 一二三 张志偏 张志偏 这就是我蒙炭家族的能量 我们请真正杀人的人往前走一步 真正杀人的人 准备啊 三二 一 真的是你 就是你 嘿嘿嘿嘿 交代吧 老尹这个人 发现了我的 很严重的 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 如果我要是不把他 灭了 我就甭混了 其实我也没想 我想给他一个教训 老爷 怎么样 可以 化完了吗 化完了 太帅了 走 换服装吗 可以 走 老师换服装呢 别动 别动 好 可是白白了 老爷爷死去太惨了 冤呐 好 我们把张智篇带走 其实就是当时 张智篇那部戏叫 我为神雕当舞座 要上映 但这个时候呢 老尹发现了小尹 那个时候死了 所以老尹要举报张智篇 但是张智篇发现 如果那时候把我举报了 我就出事 这个剧就上不了映了 就把它除掉 所以就把老尹也除掉了 所以老尹电话才有这么多 打给记者的电话 最后他本来要烧 也是为了烧证据 恭喜大家全员答对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终于 太帅了 厉害了 资资有味才能太力加倍 来 上萌她们最爱的巧乐资 经典系列 内含大块巧克力 多重结构 层层美味 齐炫系列 甄选进口比利时巧克力 冰激凌风味独特 纯正浓郁 高颜值 高品质 高颜值 高品质 翠桶系列 大中小尺寸 多种口味任你挑选 我特别推荐 姜壮奶蜜桃乌龙味大翠桶 边看萌探边吃巧乐资 滋滋有味 真相比你想得更有料 好 欢迎大家来到IP管理局 因为杀一哥身体情况 我们让他回去休息了 也辛苦大家 首先欢迎我们的飞行嘉宾林允 好 欢迎欢迎小龙女 今天其实第一次全员推凶成功 没想到大家能猜出来 这次我觉得金徽章 肯定是给到红雷格 因为第一个提出的张导 是杀人凶手这件事 对 我还质疑呢 我说怎么还说到 那么场外的信息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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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非常到位 没有 我一开始读的是 娜姐 但是后来我一想 怎么可能呢 这种 那就得往上要猜一猜 而且他也不能保证 完全就能砸到假影后 那也多准才能那样 他没有这个能力 对 你想这个能力范围的话 你在往上只有那儿了 我们把金徽章送给红雷格 谢谢银角大王 不客气 银徽章我们后期核算 恭喜银徽章给到杨迪耶 好 对 今天确实录得很辛苦 但是今天我们也是讲的是 群演的故事 其实我也当过群演 你也当过群演 来讲讲 讲讲紫涛的那个当群演的经历 我好像十五十六岁的时候 我说在青岛 不是想当明星吗 那时候也没唱歌跳舞的机会 完了以后就是一剧组 我朋友叫我去的 我不是自己去面试的 我不是你过来玩玩一天 给你给我三十块钱 我说行 妹那我去呗 那剧组我到现在那剧 那俩演员一个是李飞 完了一个是郑元唱 但我们那是现在有一个别墅外面 什么角色还记得吗 就相当于比如说人家有走过红毯 我们就是在红毯旁边喝个香槟 假装聊天庆祝一下那种 而且那镜头都找得到呢到现在 我还上了个镜 夏天 真的群演 那是群演 换了好几个景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夜晚的那个景 因为夜晚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 但我记得我们去拍的地方 特别漂亮 所以在我的印象里 到现在那个画面还在 印象挺深刻的那个 我真没想到 那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台词 但我已经觉得那时候我是个天才了 对 还是三分钟 怎么落 然后没办法 导演一看我还晓得 你以后有成为演员的这个机会 我说真的吗 导演说过吗 导演说过 那你这个急脾气 真能从早上做到半夜 那时候小我肯定都是磨合 我那时候我特别能吃苦 我发穿单一天发六个小时 不然下雨下雪我全都在 端盘子 我是从那个门口 那种大厅里头端盘子 端到了包尖 你知道那种那种荣誉感 你不知道 有时候拍戏的时候 真的我一直都跟大家说一句话 演员真不是最辛苦的 比我们辛苦的人太多 只是大家看不见而已 所以挺感谢那些人 因为那些人成就了我们 就是感觉演戏还挺爽的 对 跟一个这么会演戏的人搭戏 挺幸运的 这么说的 那种鱼儿 种鱼儿 粉刺 讽刺的感觉 不过是这么会演戏 小宋真的演得好 眼神很定 对 哎呀 当那个凶手我就不想提了 那个凶手所有线索都是指向我 气死人了 反正小宋自己也说想成一个演员 我觉得这个也是像你演员之路的一个迈进 小准做过特约演员 对吧 你有什么感受吗 感受就是挺不容易的 也会被骂 你被骂我吗 当特约的时候被骂我 我运气也比较好 我出来就演的是那种 有名字 馒头男 山贼 哦 就出来就能有几句话那种 我第一部戏记得林志颖主演 叫《变身男女》 我演一个片子 就大概五六场戏吧 每场变一个造型 一会电话诈骗 一会接上算命什么的 就后来因为录节目 演一些小节目 被周星驰先生看的不是 所以今天喷血那个 我印象特别深刻 真的 《西游小木片》 喷血哥嘛 那个时候一个月都是红色的 整个人红色 因为他那个血浆 它是 它有色素 没有那么容易洗掉 我后来都不管了 反正我想说我每天都要喷 我每天都要演喷血的戏 今天录这一期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其实没有完全当过群演 站在后面那种观望的那种感受 你体验一下 你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今天我们真的有那种群演质感 尤其是所有的大的台词 都是主演在说 然后杀青了也是光环 都在主演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每个演员 尤其是比如说 分到比较重要的角色演员 都应该回头看看 每一个帮你搭戏的群演 因为一个戏 角色没有大小 演员也没有大小 我觉得都是一视同仁的 应该多关注到身边的每一位 今天我们那个流量那个演员 身后那两个小弟 那才是真正的群演 站在那儿就是 而且我还默默地听着他们在说 你往前面再站一点 你往前面这样 有点拍不到你了 两个人在互相提醒这种 挺让人触动的 我觉得想做一个演员 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梦想 但是千万不能忘了 自己的那个知识结构 如果要是没有一定的根基的话 你根本支撑不了 你以后的演绎之路 对吗 我刚才就跟高震宣 我说你连剧本都看不懂 你连每一句台词都理解不了 你怎么去能演好戏呢 希望今天的举动能够帮助这孩子 把学业好好的读完 然后能够去表演戏继续深造 我去争取第一个角色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都工作了很多年了 年龄阅历 然后知识结构都具备了 但是这个14岁太可怕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十几岁的孩子 就是想圆这个梦 就想成名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希望咱们这期节目 能够达到这种效果 孙红雷刚才在教育那个小男孩 我觉得当时我就很感动 喜欢做一个艺术行业 我们都觉得是个好事 但真的需要好好先把学 他的事实上了 那你像杨子 他也是同心 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学业 所以我认为 刚才红雷那一趴 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特别感谢大家 然后我们也体会到了群演的意义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观众 深刻地理解演员 演员也要需要付出更多 对 我觉得都简特别好 我们今天节目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最后喊出口号吧 蒙汉家族难得不出 本节目又滋滋有味 他理直加倍 有言有料 更人性的 巧乐资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杨迪 我对我这一期在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 非常享受 因为我平时很爱演这种 像柯正二 阳光 这些怪角色是我最喜欢演绎的 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 可以演到球千尺非常爽 那球千尺 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功 就是吐枣和滴儿 节目组真的想 手工包枣子 用来吐我说这没必要 我也不确定你们的手干不干净 最搞笑是什么 我那个执行经济他在车里 哇 吓惨了 想知道小红书剧本下课堂的完整内容 请到我的小红书账号来观看吧 凡姐凡姐 我终于可以跟你请起来 在这里买房了 太开心了 开心 开心 阿姨 怎么了 阿姨 我就让你们这房子买不成 我钱一份不会给你们 我儿子没像你 你这么没良心 双双 这个白色药丸 就是像安眠药的样子 为什么会有药片 在做的那样 卫生素 那那药哪儿来的 我只给安迪和他弟弟开过药 所以只有赵医生 你知道给他开过什么药 主要就是盘姐的 我没有 因为 我没有 蟹头发微信威胁了我 不喜欢我跟关关在一起 在哪儿闹矛盾呢 那你这哪有朋友 想要隐瞒的 不只是你的弟弟 他就想隐瞒 他们可能会给你把药 换了嫁活给他 救护车 跟上 我有一个很大的线索 邱盈益确定来过的 但我发现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来这 她身上是湿的 桌上的鱼缸也没有破 这水哪来的 天哪 是我吗 我今天好想哭 天哪 我好像又回到了 好几年前的那个 汪恒宋舞梅 今天我又变成了 以前的那个小蚯蚓 就是蹦蹦跳跳的 我今天有个联系的 小蚓 我今天想不到 我今天带去 小蚓 是 跟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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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游戏 你们每个人会写一个人名字 如果你们有人写了 那么告密那个人将免于惩罚 老顽童会写吗 会啊 昨天我跟他们也不是一伙的 太在意这个了 我才28岁我不能在意一下吗 你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再在意吧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